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生活传门穷人版 上次我们提到一个比较流行的话是 中国的穷人和富人非常适合移民美国 那么我们上次分析了这句话的前半句 前半句通过我们的分析发现是非常合理的 中国的穷人移民到美国应该说是非常合理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这里面补充一下 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国内过来的比较穷的人 他们预期不高 过来的时候预期不高 心态放的也很低 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从一个比较低的起点 在美国这边低的起点做起 然后慢慢的做上来 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他们心态放的好 这样发展会更好一些 这个是值得所有的中产和富人学习的一点 就是到美国这边来 心态一定要放好 起点不要设定的太高 这样的话预期目标也不要设定太高 从低点开始慢慢的做起 很快很快大家应该说就有很好的发展 千万千万不要说设定的预期太高 然后一来到这边就觉得很失望 然后对吧 会影响自己后面的发挥 这是关于心态的一个问题 好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刚才的这句话 这个后半句 那么它是不是合理的呢 也就是说中国的富人 也是非常适合移民美国 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那么在分析这个问题的之前 我们先讲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朋友说到的 说的是国内的一个千万富翁 拥有千万资产 然后因为某种原因 被P2P给割了韭菜 P2P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了 去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 浙江杭州大量的P2P公司给爆爆雷了 然后大量的韭菜被割掉了 那么实际上说到这个P2P 很多人都恨这些啥 跑路的老板 但是实际上大家深层次的分析一下 其实发现所有的P2P公司 尤其是这些大型的P2P公司 它其实是有政府在后面坐后台的 没有政府在后面坐后台 他们不可能坐得这么大 那么实际上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 那些跑路的老板可能分到了 钱的一部分一小部分 那么大部分都流进了政府的口袋 实际上也就是说政府通过这个P2P公司 把这些大韭菜小韭菜的全都割掉了 对吧 好 刚才说到千万富翁被割了韭菜之后 然后他想东山再起 然后他借了上百万 然后开一个饭店 想翻本 结果遇到经济下行 对吧 这个饭店也不好开了 现在大家也不敢消费了 你去在路边摆个摊做小炒还可以 因为所有的消费降级 对吧 原来去大饭店的 现在改到小饭店 原来去小饭店的就去地摊了 对吧 经济下行阶段 你还盲目的投资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选择 所以投资失败 最后还欠了一批股债 那么他的千万资产 就这样一转眼之间被他给完没了 还欠了道歉上百万 然后没办法就逃到了美国来 逃到了美国来 大概的故事情节大概就是这样的 希望在美国能够在东山再起 我相信他经历了这些故事之后 他相当于说从了中国的一个富人 真正的富人 千万资产了 对吧 然后最后逃离中国 以一个穷人的姿势进军美国 好在他可能在比较富裕期间 有旅游签证 所以他能够顺利地到达美国这边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所以从这个故事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的富人 如果说从这个资金避险的角度来讲 移民美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就不要认为你现在拥有千万资产 上亿的资产你就能够在国内怎么样怎么样 只要你的资产是人民币计价的 注意 只要你的资产是人民币计价的 你在党国这个范围里面 你是翻不出党国如来佛的手掌心的 他随便各种手段就可以割韭菜 对吧 还就不说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印钱速度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所有的钱不停地在贬值 对吧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或者说简单地对比一下 30年前的物价和现在比 对不对 简直是不知道多少倍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资金避险的角度来讲 大家移民美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通过移民把你的这些资产 不是说全部资产的话 你至少要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资产 转换成这种美元 转换成美元 这是一个合理的避险手段 同时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投资手段 投资手段 尤其在这里呢 我想给那些所谓的准富人 准富人 为什么叫准富人呢 准富人一些忠告 为什么是叫准富人呢 因为国内还有一批朋友 他可能流动资产不多 对吧 流动资产不多 但是他可能在北上广深 这些房价最高的这些城市 拥有一套或者两套住房 对吧 那么目前的形势 我其实前面也讲到了 现在的房价 自从他在吹风房产税出台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可以预感到风向不妙 为什么呢 从党国的利益来角度来讲 他肯定是感觉到这个从这个买房外房已经捞不到什么利益了 对吧 也就意味着也知道这个韭菜负担不起了 房价不可能永远涨 对不对 而且以这么高的幅度每年 对吧 那么党国也需要通过房产税这样的一个手段重新来割韭菜 那么实际上他准备收房产税这样的一个信号 其实就说明了这个房价很有可能不太稳定了 那么从目前接收到的信息来看 大概也就是一个有价无市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成价量不停的下降 有报价 但是买方和卖方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对吧 相当于这个市场这个市场要被党国给冻结了 对吧 这样有利于他收房产税 对吧 只要这个房子还在你手里 他就可以不停的割你的肉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些准富人的话 其实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把手中的房子变现 然后你想 你比如说北上广深随便一套房子可能就几百万吧 三百万 四百万 这个都还是平常的价格对吧 还有可能还有更贵的 你就算是三百万吧 对吧 三百万的一套房子 我们简单算一个账 三百万一套房子 等同于四五十万美元对吧 然后如果你成功变现了 那么这四五十万美元可以在美国 不是说不是说在纽约或者是旧青山 或者是洛杉矶的一些比较房价比较贵的地方买房 就简单打个比方大家在拉斯维加斯对吧 四五十万可以买两套很好的别墅了 其中一套自己住了 另外一套你可以租出去 大概可以租个两千块钱对吧 那相当而说你在你啥的事都不干 你的这个起点就每个月就有两千块钱的工资了 而且你住房是不用花钱的 那基本上说那这个起点已经很高了 对吧 当然你如果有其他的资产 那这个可选择性就更多了对吧 所以如果说富人打算移民的话 或者是准富人打算移民的话 尽快的把自己手中的房子给脱手 然后到这边来换两套或者更多套的这个房子 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我前面一直在强调美国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租售比很高 你买了房子然后租出去它的这个收益很高 对吧 操作得当的话可能接近10%的收益力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成本 你比如说这个物业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费用 可能有个7%8%的收益吧 那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富人移民美国也是很好的选择 那么也就是说从我们刚才的这个话题总结一下 从我们刚才的这个谈论的话题总结一下 至少两点大家应该注意 就是第一点从这个资金避险的角度来讲 移民美国很适合 尽快的把自己的资产转换成美元资产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讲 移民美国也是非常适合的选择 尤其是一些手里只有房子的这样的一些朋友 在国内只有房子这个没有什么流动资产的 尽快的这个把房子脱手变现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好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富人移民美国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